只能用一個顏色 那這等於說 我們在調配我們的原料 那這一鍋是藍色的 那另外一鍋是其他的顏色 然後再把它們加在一起 重新塑形這樣子 天啊 老師剛剛講到上千度 所以你是待在上千度的 鍋爐旁邊工作 是的 那難怪會中暑啊 天啊 我以為幾百度而已耶 是啊 是啊 好可怕 那根本不是夏天這件事情 可以比擬的 所以說其實我們在吹玻璃的話 我們最愛的季節就是冬天 對 就至少還可以舒服一點點 就像我待在攝影棚 每天這麼冷 我最喜歡的季節是夏天 是一樣的道理 那像老師我們就是 剛剛也有講到吹玻璃 可是也有講到燒玻璃 所謂的吹玻璃跟燒玻璃 它中間的差別是什麼 是一個是用來塑形 一個用來定型嗎 其實如果說 它們兩種是相輔相成的 如果以吹玻璃來講的話 它涵蓋的範圍比較廣一點 所謂比較廣 比如說可能像我們日常生活中 你看到的一些杯子 然後甚至說汽車 或者是各類的那種大燈 它們原先都是剛提到的乾鍋 我們從玻璃膏裡面來作業的 吹玻璃的話就是從玻璃膏作業 但是我們用的是一個 空心的一個吹管 那這個吹管一樣是不鏽鋼的材質 那我們本身就是用像吸管一樣 但是我們是這樣子抓取的 然後放進乾鍋爐裡面 靠旋轉的動作 把玻璃撈取起來 所以吹比較難對不對 吹的話呢你是直接感受玻璃的一個生命 它是橘紅色火紅的一個 非常有柔軟度的一個東西 對 那可能像一般人第一次去體驗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說 它連拿住玻璃膏 我們把這個玻璃的一個小泡蛙給它了 可是呢它沒有旋轉的話呢 它就開始隨著地心引力 像麥芽糖一樣開始會流動 對那很難 甚至甩動 對 其實我們看老師這麼年輕 剛剛提到老師有很多的頭銜 包括竹籤公主啦 然後玄美等等之類的 事實上他也曾經得過玻璃藝術創作大賽 金波獎的第二名 同時呢目前也是板橋 435國際藝術村 還有新竹市鐵道藝術村的 鑄村藝術家 但是呢 老師的作品其實有一個特色 因為我們在燒玻璃的時候 大家都要避免氣泡的產生 因為氣泡就不美啦 玻璃應該要是很平滑的 可是老師妳卻反而利用 氣泡這樣子的原理 把氣泡都留下來 然後產生更多的氣泡 這才是妳的作品特色對不對 是 像我們看到的這些都是氣泡 所以大小氣泡是可以控制的嗎 對 它的大小形狀甚至位置 我們都可以透過一定的技術 然後甚至說我們的一些經驗 去做一個掌控這樣子 老師妳一開始怎麼會有 這樣子的創意 想說大家都不要氣泡 那我把氣泡留著 其實有滿多種原因 其中一種像我們台灣藝術大學 我在就讀的期間剛好每年 都有聘請日本的客座教授過來 那我自己也除了說 在學校的學習以外 也有去日本 義大利之類的 去做一個交流這樣子 那我就發現 其實在其他國外的一些 創作者的眼裡 他們把泡泡當作是一個 波移的生命 對 甚至說像Livioscuso 有一次義大利的一個名家 他有來台灣做一個展演 那時候在石博館非常有名 大家可能都還有印象 對 那時候 我其實在2003年的時候 就接觸到他本人 對 有聽他說的這些故事 他就有告訴過我說 他覺得這個泡泡是無限生命的延續 對 那我很喜歡他這個概念 甚至說其實剛剛Windy有提說 可能像為什麼說 我們就是還算滿年輕的 那一直在從事這方面的一個工作 那我19歲的時候 其實我最好的朋友 他就過世了 那我一直覺得說 很希望可以把它再留在我們的身邊 那後來我也用這個玻璃的創作 還有泡泡 希望能夠藉此以來延續他的生命 這樣子 對 好感人喔 所以說這個老師的作品裡面 充滿了泡泡 就是因為希望生命不停地延續下去 對 那在就是製作的過程當中 產生泡泡跟避免泡泡哪一個比較難呢 都很難 其實 什麼顏色 什麼形狀 因為玻璃剛剛有提到說 它是高溫的時候會流動嘛 那流動的時候就接近液體啦 那如果空氣在裡面 其實有一個空氣表面的張力 它一定會縮成圓形的 然後可能像這邊的作品 它的一個泡泡的過程 變成說是 有一點點像一個八字型的這樣的氣泡 那我們就變成說 我們要克服空氣的這個張力 然後去製作它其他不同的形狀 甚至說它可以透過兩個泡泡的擠壓 把它做成一個串連的一個泡泡的連結 對 老師今天其實除了這個 有泡泡 有氣泡的作品之外 也帶了很多就是其他 包括像項鍊跟耳環這樣子的作品來 我發現項鍊老師好像有一點 就是民族風的特質 就把很多的顏色融合 然後做一個漸層 這是你喜歡的風格嗎 其實像 就像我脖子上戴的這個項鍊 然後或者是說現在展品裡面的 是我最近在做的一些作品 那我是希望說 其實把中國的一些特色帶進去 這是利用國畫的筆觸 對 有感覺 然後去做的這樣子的一個效果 甚至說在色彩上 給它一些多變的感覺 因為一般來說 像書法不是黑就是白 對 然後我是希望說 可以帶一點顏色給它 像我之前也有文房四寶的一套 全部都是用玻璃做的一個作品套組這樣子 對 然後我是希望說 可以透過它的一個鮮豔的顏色 來讓大家對它有一個重新的一個思考這樣子 我覺得就是做玻璃創作真的非常的辛苦 因為除了要待在上千堵的那個窯旁邊 然後會騎陣子 會中暑之外 還有力氣也要變得非常大 因為我們知道玻璃很重 你舉辦各展或是說 要去街頭從事一些推廣一些創作的時候 搬來搬去那個東西的重量都比 其他的東西 比做什麼紙黏土 青黏土 真的重很多耶 像剛剛老師跟我講 這個東西我們這樣看是一個牛奶瓶的大小 可是它的重量是牛奶瓶的三倍重 對 所以你現在背力很好囉 我可以拿拿看嗎 可以… 但是我要很小心 可能要整隻手抓一下 真的很重耶 天啊 超級重的 一隻手會有困難度 然後其實像這些作品雖然說這麼重 這個不是在街頭能夠做完的一個表演 可是我一樣會在我們街頭藝人的展演的時候 然後把這樣子的作品帶過去 因為我希望可以讓民眾親身的體驗到說 原來玻璃還有這麼多神秘的一面 讓他們去做一個就是了解這樣子 所以老師現在力氣非常大囉 是啊 力道無窮 很可愛 但是我真的覺得老師說的很有道理 就是玻璃它有很多的面向 是我們一般人所不知道的 因為我曾經有到新竹的那個 玻璃… 玻璃工藝博物館去 那我第一次去的時候我就被嚇到 因為我原本以為說你想像中的玻璃作品 大概就是那樣 可是在這個玻璃工藝裡面 有很多的玻璃作品是超乎你的想像 你甚至會懷疑說它不是玻璃做的吧 就是它的色彩 它的整個形狀 或是說它的立體感 你都會覺得說應該是假的 應該不是玻璃 但是它們全部都是玻璃形成的 所以玻璃是超乎大家的想像 它有很大很大的發揮空間 千變萬化對不對 那我覺得老師也非常了不起 剛剛我們有提到 他為了要推廣玻璃 除了要忍受高溫之外 還要把這些很重的東西搬到街頭 去跟大家做互動做一個推廣 但是這麼重的東西 或是這麼易碎的東西 要再怎麼樣在街頭跟大家有共鳴 怎麼樣讓大家更認識呢 待會我們也要再跟老師做請教了 我們先休息一下